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俄罗斯的佩斯科夫已经证实了普京市计划访华 说现在宣布具体访华时间是为时上等 塔斯社 包括俄生意人报等等都已经在九号说 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科里蒙中发言人佩斯科夫 记者会上证实了俄总统普京计划访问中国 他说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 塔斯社说俄外长拉夫罗夫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 说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被问普京是否计划访问中国 还有拉夫罗夫访华期间是否与中方讨论了相关事项 佩斯科夫说当然可以认为拉夫罗夫这次访问 是要为将进行的最高层接触做准备 实际上这是有这种接触的计划 他是说确认的要访问的 佩斯科夫还说建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保持高水平友好关系 双方都明白进行最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生意人报说佩斯科夫证实了普京计划访问 不过没有透露具体实践 佩斯科夫说现在为时过早 俄新社说总统普京从选举正式投票日3月15日到17日举行的时候 普京其实就已经做好访问什么样 他这个普京可能在5月中旬要访问中国据说 或者5月末 咱们想5月22号 所以就520之后 这可能是普京在新任期内首次出访 咱们说这个普京访华 关键在哪 关键在他要来这 要带具体的项目 可能要签约的具体项目 包括拉夫罗夫在中国 拉夫罗夫在中国 他其实最关心的就像当面跟中国确认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人要中国和俄罗斯脱钩 美国人现在可以告诉一下 耶伦来这当着面就在警告中国 一定不能像以前那样 说我睁眼闭眼 因为现在俄罗斯越来越强 在军事上 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继续像以前那样 继续支援 还不是支援 就是还是继续卖俄罗斯各种的民用产品 美国认为现在不行了 必须要出面 所以我觉得耶伦当面在北京警告中国 也非常明确 就是未来中国一定在这方向要受到更大压力 那在这种背景下 你看耶伦亲自到北京来警告中国 他是个客人 警告中国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可以想想 这个拉夫罗夫来这 目的就是想当面跟中国确认这事 就未来在这个方向上 中国什么态 中国呢 我觉得习主席是建了拉夫罗夫 就在这个九花下午 国家主义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建了拉夫罗夫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明确告诉拉夫罗夫 我们中国不会受美国压力 习民请拉夫罗夫向普京转达 诚挚问候 习民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 邻国 牧林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创造福了两国人民和日 为国际公平正义做了贡献 那么说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 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国关系始终顺利稳定向前发展 双方要以庆祝建交70周年 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全面落实我和普京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民强调说 中方支持如此人民走符合本国国境发展道路 支持俄方打击恐怖力 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关系发展 愿同俄方密切双边 密切双边沟通 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战略协作 展现更多担当 以平等开放透明 包容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有力引领构建人类民营工地 这也说中方向普京应该是表了态了 也说我不会是受美国压力 我们继续是南方 要搞人类民营工地 那这个拉夫罗夫转达了普京对 习近平亲戚问候和良好住院 表示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世界瞩目成就 为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提供了重要机遇 俄方深感钦佩 其实这个中美领导人突然电话 然后呢 这个耶伦立刻就来 当时俄罗斯是一定有反应的 到底谈什么 对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可就指着中国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 俄罗斯现在的整个的国家 能够正常运转 实际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经济体 一直在运转 所以一旦中国说白了 倒了或者是出卖了俄罗斯 俄罗斯真的就是 我觉得就父被受盈了 他整个国情就变了 现在这个良好状态就没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最关键的 就是看中国和美国之间 到底会有什么变化 那咱们说这次咱们习主席 直接见了 没见一轮啊 直接见了拉夫罗夫 就是明确告诉 我们还要继续发生关系 像以前 而且咱们齐鸣讲了什么呢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 说白了俄罗斯和中国是有共同利益的 中方不会去出卖这种利益 拉夫罗夫说呢 俄对外政策优先方针是全面巩固提升对华关系 已经说的再明白我了 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 你看最近啊 全球都往中国跑 紧接着德国总理要来吧 法国总统也要跟中国领导人家见面 在北京 普京总统顺利当选 连任确保 这是拉夫罗夫说的 确保中国关系连续性 中国关系建立平等互利技术上 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 注意是超越了同盟关系 实际比北约那个关系更上一层 说显示强大任性 俄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加强双边和多边邪恶 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 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做出贡献 所以这个从战略上看也非常明白 中国俄罗斯在战略上还是一致的 这就是怎么样保证全球的 怎么在美元霸权现在即将倒下的情况下 我们坚持原有的方针政策 普京已经是 我觉得是放心了 至少中国在和拜登 包括美国各方的博弈当中 没有认输 他认为中国会认输 或者中国会妥协 会让步 没有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都在看众 中国不会怂 欧亚大陆现在不就指着 中、俄、一、三方吗 这个稳定三角 如果任何一方 想想如果突然出现变数 将这个 网纳是吧